哈喽,欢迎大家来到优德优的家庭频道 我是三个幼宝的老爸,幼爸 还记得前一阵子我们在Synology DS723 Plus上测试的时居网路卡吗? 还没有看过测试的朋友,可以观看上期我们开箱的影片 钻于DS723 Plus的硬碟盘位限制 通常大家走的保守路线 会是组RAID-1 再加上SSD做Catch来增加传输速度 当时的结果显示 虽然SSD在作为储存急区使用的时候 可以轻松跑满2.5Gbps的内网传输速度 但是将SSD改作为Catch使用 并传输大型档案时 增加的效果就非常有限 尤其是当有两台电脑同时对RAID-1做读写大型档案时 那个速度看了真的是不太舒服哦 当然若是有传输速度上的需求 我们可以把SSD当作储存急区 但是这个建置成本就太高了 储存空间又不够大 原厂的SSD只有单条800Gbps的容量 所以又爸选择了另一个方案 就是Synology的原厂扩充装置 这台DX517是Synology专用的扩充装置 是用E5系列到E3系列的NAS 如果你是E4系列以前的型号 就需要找型号是DX513的扩充装置 DX517障碍之下很像一台五个盘位的NAS 它别在这台扩充装置里面 没有任何的CPU还有记忆体插槽 更没有USB和网络孔 电源供应器为一个200瓦的内置电源 找了大大的变压器放在外面 点得非常简洁干净 后方的两个系统风扇规格 比DS923PLUS和DS423PLUS系列又小了一些 是标准的80mm x 80mm的风扇 也可以快速拆换 非常方便 因为电源内置的关系 整台DX517相当的有分量 重量接近4公斤 整整比DS923PLUS和DS423PLUS 重了1.7公斤 再加上硬碟还有DS723的1.5公斤 整套设备就相当的贵重了 按压开启无螺丝的硬碟槽 同样支持2.5寸和3.5寸的硬碟热插拔 可以供使用者快速更换 6Gbps 搭配5颗硬碟组 SHR 模式 可以加速档案的读写速度 没意外传输速度应该会大大增加才对 这次组 SHR 的硬碟都是在不同时期和有特价的时候存起来的 分别为WD 金标6TB 另外也买了两颗二手硬碟 名号是WD 的纸碟监控碟4TB两颗 Toshiba 监控碟4TB 还有前阵子开箱用的Toshiba N300 4TB 这样主机上的RAD-1硬碟就可以专心做重要的资料存储 而DX517上的SHR除了当作第二备份外 就可以尝试提高传输速度 发挥这台DS723 Plus 的性能 将NAS当作游戏硬碟使用 以下测试的设备和网路接法 可以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 首先 我们将主力PC端的ASUS 10G BPS网卡 和DS723 Plus直接对接 对我们新增加的DX517上的五颗硬碟 做读写测试 第一部分是RAD-1加Catch 1-2加Catch 房更紧往Catch 1-5402-2加Cat 4-518 cm 5-1加Cat 1-5404式 1-54004式 2-1加Cat 1-5404-5605-5606-5606-1加Cat 118-150462-1加Cat 1-5606-1加Cat 1-5406-3404-5306-1加C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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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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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掰掰